我爱上别人了 他不能做小 我只能跟你离婚 1915年 孙中山写信给他的原配卢木珍 没想到 卢木珍只回了一个字 孙中山却深受感动 原来 卢木珍只回答了一个字 可 这倒不是因为卢木珍赌气回复 而是因为他不识字 只能用简单的字来回应 当年 卢木珍被接到南京 听到大家都叫他国母 他吓得跑回了老家 后来孙中山要和他离婚 卢木珍同意了 但是很多人不理解 他解释说 先生是个做大事的人 我连字都不认识 帮不了他卢木珍的格局和胸怀 着实让人佩服